晚上的行動 安靜的氣氛中卻傳出靈人就驚的疫苗 在人愛婚教母親派出所 服務的一位認證的環境 傳出使用6,000自殺的安靜 大陪關稿位的警察 將安法限定風搜 環境出出一集 無法調查疫苗發生的原因 在這裡安靜的行動來 發生如初不幸 實在四驟的處 旁隔壁是感到非常疫苗 我早上出馬還是有遇到啊 都會打招呼啊 對啊 看不出有什麼遺狀的嗎 對啊 應該是還好 對啊 所以覺得很驚訝就對了 當然喔 這位認證的環境 將休閒的時間 都點在威迪玻璃店的家裡 正來關心狀況的人愛婚教 婚教中刷村府支出 經濟四驟家俗表示 四驟長吃中島當時喝了一些酒 人家說要在房間休閒 無想到警人提醒自殺 那用餐的時候 他有喝了半瓶的紅酒 那喝完酒之後 他就覺得 他跟他太太講說 他覺得累了 要上三樓去休息 那晚上回來的時候 就發現他在三樓房 這個意外事件 我們現在有發現一把獵槍 位置就從大概是從這個 由下往上打 是是是 人愛婚教表示 這面的環境平常上班表現都很正常 只是如果有飲酒 情緒的波動就會比較大 這期被懷疑死者 是因為九十九年飲酒塞車 發生車禍 他們處比處罰 和他近年而已 賣到年賣獎金 可能是造成他 身為虧的原因 警方表示並不清楚 根據他家人的描述 是沒有提到這個部分 他有喝酒之後 他的脾氣就會比較 有這些情緒上的反應 那聽說他最近 還有個案在身是不是 沒有 發生酒假是前年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的事情 那是一百年前 一百年懲戒下來 南道地檢署檢察官 再起前往安法現場批檢 檢察官以及家事公司 以及現場狀況現場 確定四駕是屬於六千 自殺死亡 在家事並沒有人 和意見以後 在檢署開出死亡證明 將四駕交由家事料理表達 這幾四駕駛屬於清雞 更讓雜草是沒有吃六千 以發生目燒 作為這間案件的政務 既然王朝聖彩方報道